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我从担任公务部以后 我就很重视做新闻局长也好 外交部长也好 市长尤其是有意见 我都尽量能够好好的处理 或至少是好好的回答 希望市民能满意 那现在在选举当中 当然时间比较少 不过你信不信我的脸书 我都看 那其中若感不多 一天有三五件 我还亲自回 我尽量去做 但是我也要诚实讲 如果说有些立场很不清楚的单位 或者是团体 或者是个人 用几乎很难理性面对的态度来说 你也只好尽量 你也没有时间去处理了 那他如果是有成见 或者是破坏性的意见 讲的都不像话的时候 你怎么回答呢 有 这个也有发生过 我也看过 我不这样对别人 但是如果别人对我 还要我 一定要回答 那我就算了吧 不要吵架吧 好不好 不要造口业吧